欢迎收看第293期北京不敬音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上海城头成立人民武装部的事情 当然其实不止它有23家国企 现在说都是今年纷纷成立人民武装部 后来再一查发现其实中国这些高校都有人民武装部 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然后包括这些东西算不算公务员的编制 以及中国公务员的这一个数量问题 今天我们主要聊这个 但是聊主题之前我先插两个跟主题无关的话题跟大家说 第一个事情就是一周之后10月10号 那么纽约当地时间是上午9点 我这边时间欧洲中部时间所谓巴黎时间是下午3点 那么香港时间就是10月10号的下午9点晚上9点 那么那天呢我会做一场直播 一个联合直播YouTube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可以两个人一起直播 那么我会邀请马聚先生作为我的直播嘉宾 我们俩呢会跟大家聊一个主题 究竟是什么我先卖个关子 那么除了那个主题之外呢 也会留很多时间给这个直播间的观众啊 大家可以提问 然后可以跟我们俩互动 希望可以用这么一个方式跟大家交流啊 如果说技术没问题啊 可以实现把马聚先生邀请到我的直播间的话 那我们就是这样去做 呃这个这个直播预告啊 这是然后第二件事呢 是昨天那期节目延续啊 就是说我说VPN不能用之后 希望大家可以躲进书籍中去啊 那有人就给我留言 说让我讲一讲 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 呃是这样 所以我呢做了一个新的播放列表 就是我把我往期节目里聊到书的 会陆续加到这个播放列表里 现在加了三期节目 一个就是我之前讲我自己写那本书啊 天使这个事 那么另外两期节目呢 是我介绍的 我在2017年的一个书单 那一年读的所有的书 然后每一本书的一个简介和这个介绍啊 推荐给大家的 一个2017年的书单 一个2018年的书单 这两期节目都放到这个播放列表里了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后面的什么19年 后面这些年的书单呢 这些节目我以后再做 呃还有一个建议给大家 就是说在墙内啊 你读什么书最安全的 就是如果以后管控的更严格的话 那就是读习近平的书单 习近平不是说他自己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吗 虽然是可能他也确实也看了一些书 有可能 但是可能就根本就没看进去 因为他从这些书里 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汲取这个人文精神出来啊 可能也没有人指导他 但是呢 他的这个书单里 除了马列那部分啊 他的书单里还都是一些好书 那些文学作品都是好书 而且都是中国这些正经出版社的出版物 所以大家看这个 又是习近平推荐的 肯定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我建议就是这样 那好 我们现在开始聊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人民武装部这个事儿啊 到底是做什么 有人众说纷纭啊 就说这个是不是要 各自成立这个武装力量去割据起来了 这都是开玩笑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上真正要去维稳的时候呢 中共还是会出他现在这些维稳力量足够了 对吧 武警警察 这些什么民兵 然后军队 包括各个这些国体都本来都有这些保安部 这些都有 所以不是完全是针对这些 所谓的要上访的这些刁民啊 不是对他们来做的 他这个是一个逻辑 就是一个官僚主义的一个逻辑下来 就是说好 你比如说高校内的人民武装部是做什么 给学生做军训 给学生上这些军事理论课 以及包括负责一些征兵的工作 他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需求啊 然后诞生了这么一个职能 职能上有这么诞生出这个机构 机构就需要这些招这些人员 他是这么一套逻辑 这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公务员体系 他都是这么一套逻辑 就是由这个官僚主义 自生出这种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就需要有更多的 这些职能带来这些需要更多的机构 机构需要更多的人员 然后这个人员就越来越冗余 那么怎么去精简 其实是中国政府非常头疼的一个事 我们呢今天找到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呢 里面有很多的数据啊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析一下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的公务员问题 中国到底有多少公务员呢 22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间里啊 记录到21年底的时候 中国有1985.8万人 那这里边呢 就是为这个党政机关啊 国家机构工作的 有1939.5万人 也就是说占比是97% 那当然这里边有一些 他不完全属于公务员啊 我们今天不去细究这个事了 那么就因为因为数量很少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统一说 公务员这个群体 将近2000万人对吧 那么好 我们看看习近平当政这10年 往前倒到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有多少公务员呢 1541万 也就是说习近平当政啊 就是到21年底这9年前 9年间呢增长了444万人 年均增幅3% 那么12年的时候 中国有13.6亿的人口啊 那么到21年底的中国人口14.1亿 那么人口的年均增幅是千分之3.6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公务员的增加速度 是人口增加速度的8倍 但是呢 这个事情啊 不完全是习近平的锅啊 我们再往前倒 倒到胡锦涛那个年代 看看那10年是怎么变化的 胡锦涛那个年代 02到12年 12年我们说了 那个时候 12年的时候啊 公务员人数 大家记住啊 1500万人 我们讲这个大头啊 大家好记 1500万人 对吧 10年后 现在是2000万人 我们都都讲一个虚数了啊 1500万到2000万 对吧 那么02年的时候 公务员人数 1056万 我们算1000万 也就是说 胡锦涛当政10年 这个人数是从1000万 到了1500万 这个量级 增加了 485万人 其实比习近平这10年 增加的还多 增加了485万人 年均增幅 4.6% 这10年间的人口呢 是从12.85亿 到13.6亿 人口的年均增幅 是千分之5.8 也就是说 公务员增加的速度 是人口增加速度的 7.9倍 那跟刚才那个8倍 基本上是持平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增幅来说 胡锦涛那个年代 到习近平这个年代 没有区别 都是高速增长 也就是说在这20年间 公务员从1000万这个量级 到了2000万这个量级 那么再往前是什么样呢 我们到江泽民那个年代 那10年 92年到02年 这个数字就神奇了 我们以为应该是从 比如说92年是几百万人 然后到02年时候 变成了1000万这个量级 理论上应该是这种增幅 对吧 不是 92年的时候 公务员人数是1148万人 通过10年到02年 变成1056万 减少了92万人 得说这10年减少了92万人 我看了每一年的数字 反正就有增有涨啊 但是呢 基本就是在 1100万到1000万 就这个量级 100万人之间上下增长 最后10年的结果 就是减少了92万人 但是这10年呢 中国人口 从11.72亿到12.85亿 人口的年均增幅是千分之9.6 那么这10年的GDP呢 是从2.72万亿 增加到了12.17万亿 GDP年均增速10% 所以你看啊 那10年啊 92到02年 是一个迅猛发展的年代 那到现在很多年 还在很多人 还在怀念那个年代啊 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年代 对吧 那么那么迅猛发展的年代 公务员的人数 反而减少 这很有意思 对吧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有一个原因啊 当时确实没钱 你公务员人 这工资发不出来 当然现在也发不出来 是吧 那么这还不是一个主要原因啊 因为没钱呢 真正政府中国有钱 是90年代末期啊 才开始真正中国政府手里有钱的 2000年的时候 当时总理朱镕基啊 说什么呢 他宣布要全国公务员 说自当年起 2000年起啊 要连续加薪三年 目标呢 是让公务员的薪水 三年翻番 目标呢 就是目的是什么呢 两个 对吧 一个是高薪养莲 就是说你这个薪水高了 可以杜绝一些腐败问题 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说 哎 增加这个刺激消费 对吧 你手里有钱 他才能消费嘛 所以那一届的政府啊 他有一个 其实这是什么呢 这是源于一种执政理念的 一个转变 就是说呢 转变政府职能 正企分开 给大家都听过 对吧 也就是说市场 那归市场 政府你对于市场 只是管理 而不是办 那你只是管这个市场啊 那么 管市场是干嘛呢 就是你建设一个公平公正 法治的这么一个秩序 就可以了 办市场 是直接参与这个经济活动 那么现在习近平政府 就是在办这个市场啊 完全的所有 手 伸向所有的行业 对吧 这是习近平这个政府 那么那一届 就是就是这个 江泽民 主动机那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呢 他们认为就说好 我们要把这些职能 因为你不是办市场 你只是管市场 所以有些职能 你要放开 那么把这些职能 砍掉 你才能精简 这个机构啊 机构精简了 你才能让这个 冗余的人员减少 啊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吧 所以精简了机构 这就能克服这种官僚主义 然后在这种 在这种指导下 所以你看 那个时候的社会啊 突飞猛进 而且中极还提了一个词 叫廉价政府 中极解释说 你看说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 讲过廉价政府 这个词 实际上就是指一个 精简的 成本很低的 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 那就是说 当时啊 他们是有这么一个目标的 那希望能够变成 这么一个成本很低的精简啊 不浪费人民血汗的 这么一个执政的政府 就是当时的目标 但是呢 其实也没有实现 当然现在习近平 就完全开倒车啊 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当时呢 即便在这样的理念下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人员精简 机构精简有多么难 具体的数据不念了啊 就是多少部门减少 多少部门减少啊 到93年减少了多少 98年减少了多少 但是即便如此啊 你看十年间 两次大力度的改革 都只是基本实现了 这个公务员人数啊 不增加而已 远远没有达到 他们一开始 所设想的这种减员规模 为什么说这个事呢 就是说啊 你可以看到 行政机构的这种 生存惯性之强大 就是这些机构啊 它一旦创建 它有了维持自我存在的 不断缠绕 壮大的这种生命力 在当时那个年代 那样的执政理念下 都很难精简 那么放到今天 就更难精简了 继续给大家念一下 它这个文章里 比较精彩的一个叙述啊 行政机构 与市场主体是不同的 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 是创造价值的体现 只有市场认可才能生存发展 当它不能创造价值 便只能自动消亡 这是市场的自发调节 然而行政机构 并没有这样的调节机制 任何部门任何岗位 既不接受市场的纠错机制 也不接受时间和环境的检验 只是顽固地维持 自己的生存和扩张 占有越来越多的生产剩余 并增加缠绕 侵蚀社会活力 最终延缓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一方面是公务员人数快速增长 一方面却是基层 为形式主义所累 总有干不完的活 这是一个螺旋攀升的循环 那么官僚主义 滋生了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呢 催生了新的岗位 新的岗位 创造新的需求 新的需求 创造新的冗余 冗余了人员 那么新的冗余呢 反过来又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解不开的套 那很多人对这个冗余啊 有一个误解啊 就是觉得这些冗余是天天啊 没事干的啊 在这些基层那晃的啊 不完全是 很多是非常忙的 他有干不完的活 但是呢 这些人啊 领着领着这些工资 对吧 你这个财政去补贴 去养活他们 然后这些公务员 他每天还挺忙啊 但是他并不为这个社会创造任何的价值 反过来 由于这些机构的庞杂人员的荣誉 他反而会对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是一种阻碍的作用 你包括这个人民武装部 一样 你说要他干嘛呢 那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按照这个党的逻辑 按照习近平的逻辑 按照整个这个党国的这一套意识形态 一直延伸到现在 他就需要这个东西 他这种官僚主义最终 就需要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就需要这个机构 需要这个部门 需要招这些人 然后就带来新的开支 你怎么样你也精简不掉 那今天想给大家 从这些数据啊 和这个文章啊 我们找这个视角 去帮大家理解 现在中国的这个公务员 现在即便发不出薪水 也砍不掉这些人 他很难做这个经典 以及呢 去帮大家理解 就现在做的这些 人民武装部这些事 到底是要干什么啊 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 对吧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他就是这个越来越 越来越臃肿啊 越来越 最终当然了 最终就跟这个肿瘤一样 还是那个 还是这个比喻啊 这个肿瘤 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最终到死为止 就这么回事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 感谢观看